那妳一開始 到底在原本還會出啊 所以她就從頭到尾 自己下自己行 可是會很緊張啊 像欣妮姐 我因為講那一件事情 我之前懷我女兒的時候 就有一次去參見的時候 就照那個超音符 然後醫生就說 妳在卵巢裡面 有一顆雞胎瘤 而且還有點大 然後我回家搜尋的時候 還發現就是 因為她在我肚子裡面很久了 所以她有可能會長出牙齒 還有頭髮 什麼意思 就很像 就很像一個異形 而且還是萬年的異形 我現在問一下 那她算是一個 沒有發育完成的胚胎嗎 她不算胚胎 那可不可以講牙齒跟頭髮 對 因為她是卵巢 你看卵巢的卵子跟精子受精 會成為一個個體 所以她的胚層分化是很早的 所以她可能 反而會長一些牙齒 頭髮 我們有時候開刀拿出來 妳有看到頭髮 看到脂肪 牙齒 我們反而放心 因為這個 反而是說 裡面有分化的 那個叫二性的肌胎瘤 不過的確那個是要處理 對 然後她那時候 醫生就說 滿大的 可是因為我已經懷孕了 然後她就說 不然妳就先生下來 我們再看怎麼辦 我看這顆肌胎瘤 跟你就是和平共處這麼多年 那不然妳就先生好了 之後我生完了之後 我就想說前年 趁著我老公有放假 我就想說 還去醫院處理一下 一個萬年寶寶 沒有 然後醫生妳就很 就是很有耐心地跟我講說 不會 只是小小的內視鏡手術 只會在妳的 肚子的下膚部那邊 開三個小小的洞 可能會有痕跡 但是就不會影響妳 穿比基尼 可是醫生這樣子講 我們回家還是一定會 拚命地要去問 Google 然後我就很緊張 我就開刀的前一天 我就一直Google說 會不會猴疑症 會不會有什麼 就是如果開不好的話 會怎樣 就越看就越緊張 結果還好就是 還滿順利的 就開完了 而且這事實證明 就是它不是一個很需要緊張的手術 我好像第二天我就出院了 其實它還滿快的 就是真的還沒有很需要緊張 可是真的妳進去之前 又定要什麼囊腫啊 就覺得很緊張 可是像譬如說 這種婦科的很緊張 有些其實也是關於下腹部的 肛門那個也會讓大家 其實說實在我們肛門直腸外科 大部分的時間看的不是大腸癌 大大部分看的疾病 其實是良性的痔瘡 那我們之前印象非常深刻 就是有一個媽媽 她來到了診間 已經鼓起她的勇氣來 可是她來的時候 她就坐下來 然後說醫師我有帶 我的手機裡面有照片 我給你看 然後我就很有耐心看完說 好 我看完照片 可是我還要看現場這樣 還要看現場 然後說那就是要內診 我說對 我們要內診 那我們的內診姿勢是 請病人會側躺 側躺了以後 吞下了下身的一褲之後 我們就幫她做個肛門的直診 因為我們通常在做內診的時候 會做潤滑 然後如果這個潤滑劑 能夠是溫的而不是冰的 病人又會再不緊張一點 但是那天那個媽媽 我替她加熱的這個潤滑劑 也是溫的 也做了這個內診 然後其實進去的過程 也很順利 但我手指頭要出來的時候 她突然非常的緊張 那這位媽媽的下身 稍微有一點分量 然後當時很尷尬 然後媽媽其實也很尷尬 她就一直說 醫生對不起 我說妳不要緊張 妳說妳這樣緊張 我們兩個就在拔河 這個... 這樣更緊張 對 這樣更緊張 我也很緊張 這麼害羞 所以當下就是 我也面紅耳刺 她也面紅耳刺 終於我把她的 把我的手 從她的那個肛門拔出來 她的手套還在裡面 怎麼會呢 我手出來了 她有一個手套還沒出來 還好 還好不是一個男生會跟乾淨 還好 當下真的是兩個人都面紅耳刺 但是我覺得還是很鼓勵這個媽媽 踏出她人生的第一步做檢查 然後她就跟她說 有沒有比妳想像中不可怕 她說有 我說那妳就知道了 以後如果這方面的問題 我們來檢查妳心裡有準備 她說對 那其實很多狀況 有時候都會覺得 那下面有孔 上面也有孔 就是防不勝防 你們都喜歡 從很多地方開始做檢查 以前比如說胃鏡的話 好像是一些比較可怕的 很多人像說 光吞那個東西 都會吞得很可怕 對啊 其實我們腸胃科醫生 最常做檢查的就是胃鏡 我之前就遇過一個媽媽 她就是對胃鏡有莫名的恐懼 然後她第一次來就說 她胃痛了兩三個月 那平常我們超過一個月胃痛 就一定要做胃鏡檢查 但她不敢照 所以我們就先幫她做超音波 然後抽抽血 什麼都做 就跟她說妳這個都還好 這樣子 那最後 還是鼓起勇氣跟她說 妳要不要考慮照一下胃鏡看看 她一聽到就 這樣整個就是 妳說什麼這樣子 我不要 我不要 我不要照胃鏡這樣 我跟她說 沒關係胃鏡就是 我做的話 因為我還滿溫柔 一般給我做不會舒服 然後我會教妳怎麼呼吸 讓妳整個過程很順利這樣子 然後就後來就來醫院 然後就排隊 因為胃鏡很多了 就要抽號碼排 她剛好那天就排得很後面 太晚來了 結果她就坐在 等待去等 然後就 越等越緊張 因為她坐在那邊 一直聽到人家 她們還不想聽 她們就聽到人家 她就覺得 因為胃鏡也要做第一道就對了 對 第一鏡 做第一鏡這樣子 結果後來她忍不住了 她就跑來櫃台 跟我們櫃台下來說 我跟你講我現在頭很暈 妳要不要幫我量一下血壓 那我們有血壓機 好 趕快幫妳量 正常嘛 然後她說妳再做個休息 馬上快輪到妳 然後再過一下 我跟你講 真的不行 我跟你講 妳幫我量一下血糖 我覺得我踢血糖 我全身都不對 胃鏡 然後我會想 她開始一直出招 我們胃鏡是沒有血糖機 就開始要找小姐去 趕快去樓上借血糖機 然後要幫她測 測完又沒事 然後接她去半個小時 她要說 她有心目覆診 結果後來好不容易輪到她了 就把她請進胃鏡室裡面 那我們胃鏡要噴麻藥 喉嚨要噴那個麻醉藥 那個麻醉藥味道不太好 辣辣的 就跟她說 我們現在要幫妳噴麻醉 會有點辣妳忍耐一下 一噴下去 不得了 她鎖 給她一根 我扶不到去 然後就 開始就不對了 就快要在 衛星室又倒下去了 嚇死了 趕快把她再拖去麻醉室 然後請她躺在那邊 然後她就在那邊 你就跟她慢慢喘 慢慢喘一個 結果臉色發白 發黑 發青 又發白 發黑 最後她就 結果最後她手 腳 頭暈 想吐 變成那一天到最後的最後 對 然後我就跟她說 那妳乾脆妳就 下次妳就無痛吧 妳就無痛再來就好了 對啊 那所以後來她就 只好就先回家 就緊張到完全沒辦法檢查 不過我是覺得 這個兩個本來個性就是一致的 就是這麼緊張的人才會胃痛 就這麼緊張的人才會胃潰瘍 所以搞在一起 根本就同一批人 對啊 像素晶這種大樂化之類 她都不會胃痛 但是我也不太想做胃鏡 但是我畢竟說 他們肝膽腸胃科 其實還有另外一個檢查 有時候更挫 因為這畢竟這些都沒有見血 那之前有一種檢查就是 有一個阿伯 他就是在那種例行的檢查裡面 就發現 好像有一些肝功能的異常 那肝功能異常後來又發現說 好像有那個B肝的代源 那以前就是發現有代源 然後肝功能異常 那可以用健保的比較 一些好的新的藥的時候 然後必須要有一件事情 就要 對 因為要必須看你切片 然後研判你那個情況 它才能給付特定的藥品 所以那醫生就發現說 我們可能會安排一個切片 切片之後 這是什麼情形 我們現在有很好的藥 可以控制你的病毒 給你不用緊張 這個怎麼樣 結果說完這個事情之後 不然就知道 肝膽切片就沒了 不來之後 他說後來再看到這個阿伯 其實是肝癒化已經蠻嚴重的 甚至都已經到 有這種絲帶場了 然後很嚴重才來 然後就變得相當的難治療 所以我實在跟大家提醒 其實後來健保局 有比較人性化一點點 就是你不一定要切片 它也會給你要 那我現在為了服務大家 我跟大家講 現在還有更方便的方法 你好棒 那現在有一個很簡單的 免費的APP 如果 它叫HCV HCVIE 很簡單 它只要它的兩個肝功能 再加上寫小板書 再加上你的年齡輸進去之後 這是一個 肝病研究學會他們推出來的 後來發現 這樣子就可以知道 它的肝纖維化的指數 那麼厲害 就是說它幾乎它的嚴重度 是到哪一級 只要計算就知道 好厲害 你這樣子這個時候去找醫生 甚至他們 如果你真的很害怕 現在有新的 就是其他的器材可以合併 他已經不用切片 也可以拿到最好的藥物 所以我覺得大家就是 尤其是家裡有那種 55歲以上這一群 很多 當年共用證據 我們都 當年的醫生 一隻 拿牙肉裡面 就沒有生回去 有些地區比較多 我覺得大家真的不要太怕 如果真的很怕 現在有新的方式 就可以自己先測量 參考看看 那我這邊 我這邊補充一下 剛剛那個APP 其實是 那假如你是B肝的話 就不可以用這個 就因為B肝 它跟C肝的那個病毒的 病毒學的行為 就比較不一樣這樣 B肝不是一樣 也是抽血就可以驗得出來嗎 對 B肝它可以用抽血 但是像這種纖維化的 這種指數指標 在B肝它測起來 檢測會比較不穩定 跟C肝就不一樣 C肝就是可以達到很精準 可能已經到九成到九成五這樣 但是B肝相對來講 準確度會比較差 不過這是大人的啦 小孩子其實 小孩子很多害怕的東西 當然都會覺得 這有什麼好怕的 我跟你講 他真的害怕 而且他困著就嚇死了 整間那個 其實我們小兒科 因為面對的對象是小朋友 所以不必要太複雜的檢查 有一個東西 就可以嚇壞三分之一的孩子了 壓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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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我們都壓後 後面還在 就連我自己在診所裡面 我也曾經這樣子 輕輕的勾一下 吐出來喔 從頭到腳 只有眼鏡蓋住的地方 好險還有蓋頭 你的眼鏡沒有鏡片啊 所以如果沒有鏡片呢 也會直接噴進去 真的 從頭到腳 全身都是嘔吐物 那我們當然其實 小兒科醫生都有習慣的啦 衣服都有兩套在診所 連鞋子都有喔 所以媽媽就說 不好意思... 我這孩子看喉嚨都會很不舒服 那所以我都會建議爸爸媽媽 如果孩子稍微大一點點 在家裡面就跟他玩一些這個 看喉嚨 看醫生的意思 什麼是他的遊戲 看喉嚨遊戲好奇怪 對喔 精神 看喉嚨嘴巴稍微啊一下 讓他有一點心理準備 不過很多玩具組是醫生的 真的有... 量耳溫 然後給藥 然後什麼動作都有 可是會不會小朋友玩習慣以後 回去診所找你是 醫生奶嘴巴掌 然後就說互相看一下 多年前曾經有一個孩子 他非常堅持 如果我不給他看嘴巴 又不給他看嘴巴 所以我們小兒科醫生 是非常能夠配合這些事情 因為有什麼比較重要的 這是最重要的 這是最重要的 對面的